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多连皇宫内庭都没有 嘉庆推到河深后 超级产业清酸财产 总数达到8到12亿两白银 历史上得出过几个数据 但是说法不一 当时每年朝廷的财政收入都是不同的 其中居多的一种说法是7000万两 加产达到8亿两白银 按一两银子150元人民币算 8亿两就是1200亿元人民币 他却取了大清朝相当于15年的 活货收入 因此民间就流传了这样一句话 河深跌倒 嘉庆时报 2001年 河深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河深之贪 乾隆其实是清除的 但是直到乾隆寿终将写之时 河深一直都是他最宠信的臣子 乾隆生前不整治河深 其原因多多 其一 帝国之主 仰臣在于立国立民 专于朝政 乾隆这样一位卓越的盛世帝王 长期宠信河深 必然也是因为其能力出众 没有哪位皇帝愿意养一个 只会吃饭不会做事的奴才 在自己的身边 据史料记载 河深经通汉 满 莫 那几种文字 在满昭文武中 仅此一人 乾隆53年 朗尔喀国王 接尼泊尔派兵进攻西藏 中央政府为了粉碎朗尔喀军队的进攻 先后两次对西藏用兵 其间乾隆的一道道御址 西藏承朝廷的奏文 都由河深翻译 尤其是御址都是用满 喊 藏三种文字书写 由河深起草 请皇帝令 按中央政府帮西藏用兵的胜利 河深功不可没 乾隆鉴于河深在西藏问题的突出贡献 卓声他为李三院尚书 款李猛 江藏一切事物 河深书法作品其二 乾隆在位六十年 虽说治国有方 但历朝历代来说 哪朝哪代也少不了数之不尽的贪官无力 而河深在这个时候 也同时成为了乾隆皇帝大肆敛财的一个工具 乾隆百年十号大喜功 乾隆前四次难寻 每次都得花四十万两白银 这还不包括沿途地方的进攻 引来不小的批评 第五 六次难寻 两次难寻都由河深操持 没花内务府的钱 全由河深筹措 乾隆每到一地 河深都暗示地方采集角色女子 供乾隆消遣 影视作品中的乾隆与河深 河深深知自己的命运与乾隆帝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乾隆驾崩自己必死无疑 因此在乾隆在世的时候 河深就从乾隆手中搞到了一道秘址 河深深知乾隆不动自己 但是嘉庆不一样 所以河深就将乾隆留下的秘址 荡成是救命稻草 秘址没有打开看过 并将其供奉起来 影视作品中的河深形象 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驾崩 传为于嘉庆 因之前河深与嘉庆就有过节 所以乾隆死后十五天时 就将河深软禁起来 抄其家产 此时河深赶紧将乾隆生前留给自己的秘址打开 结果打开一看 整个人顿时傻眼了 因为秘址上只写留全是三个字 自此河深也想明白了 自己积累这么多财富 就是给皇家保存一下 杀了自己不仅能给嘉庆立威 还能在朝廷让他大换血 培养自己的势力 这是乾隆走后嘉庆稳固江山唯一的好办法 影视作品中的河深形象 不不不 Gübb 米威